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部车能陪伴我们的时间有多长 短则三五年长可能会超过十年 在这么长的阶段当中 我们人生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我们可能会进入不一样的阶段 但这部车能不能因应这些变化 还是符合我们的需求呢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车款 就是Suzuki的Vitara 那试驾的版本是顶规的All Grip 我相信呢 对这个极具的汽车有兴趣的朋友 应该也看过家伟哥试车 因为Vitara家伟哥已经试过了 所以在一些动力啊 或规格上面我就不多加琢磨了 那我来说说我自己的感觉好了 今天试的这台Vitara呢 是今年的新配色 那这个颜色在阳光之下 我觉得它有点奶茶色的感觉 那首先呢 让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引擎盖 因为它是用棒壳型的设计 它旁边的这个转弯的地方特别的明显 然后前轮的地方 轮拱这边又凸出来 那前面呢 蜂巢式的水箱护罩 有很多的镀铬饰条点缀 那中间有一个超级大的常规 好像怕人家不知道它是Suzuki一样 那另外一点就是比较显眼的 就是它下气霸的部分 它没有全部采用黑色的 它用了一些磨砂的银灰色 做一些装饰让它的颜色有不同的层次 前面的头灯的部分 静光灯以及下方的日行灯 两色LED 其他的远光灯还有方向灯 是传统的灯泡 那我们来看看车侧的部分 从车侧可以很明显的看出 它的双色设计 那但是最顶端的行李架呢 它是用银色来点缀的 那还有一个地方银色 后视镜整合的方向灯 它是用银色的 那整体上啊 我们从最下半部来看好了 它的轮拱跟侧裙的部分 用了大面积的这个防刮材质 毕竟它是有点offroad的功能 然后满亮眼的就是它的铝圈 它的铝圈是用黑色的钢琴烤漆 然后呢 还有一点是它前座的两个门呢 是有感应式钥匙的 只要这边有一个按键 按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 车尾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了所有灯具里面 只有第三刹车灯是LED 其他的都是传统灯泡 然后呢 它的尾灯设计非常的粗犷 然后多了一些立体的感觉 然后往下看 后跑感的部分呢 一样是黑色跟银灰色 堆叠出不一样的层次 好 看一下喔 哎哟 乍看之下这个空间呢 感觉不算太大 但是它的有一个聪明设计 它为了让后面比较平整 它的杖板是两层式的设计 当然啦 这个板子下面再打开 就有打气机不太记忆 我相信就单身族来说啦 可能放个行李箱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进入了两人的甜蜜时光 或者是小家庭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我们先来放一下行李箱试试看 我拿了这个是28寸的行李箱 我们先这样放放看 哇 不行喔 好 放横的 横的当然是绝对没有问题啦 再放一个行李箱 如果我们是这样放的话 这空间不知道行不行 试试看 哎哟 可以喔 两个28寸的可以进去 那如果换过来这样放 哇 可能就不行了 但没关系 如果我们只是两人的甜蜜时光 我们后座以备倾倒 那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的空间绝对够大 其实以这样子的 小型的跨界休旅车来说 我觉得空间上是不错的 它让这个环境比较不会那么的深沉 然后中间 其实我还蛮喜欢车上有一个传统指针式的时钟的 因为这个视觉上一看就可以很快的反应出现在是基点 然后它的仪表板上面也是双圆式的设计 中央可以看到一些行车资讯 然后T字部还有用这个法斯纹的银色来做装饰 在底部的那边有写它的车型是 中央的行车影音系统就比较传统一点的 我觉得这应该可以自己再想办法去升级 然后往下看就是空调系统也是传统的方式 好 方向盘呢是用真皮包覆的 然后旁边还点缀着一些透气皮结合起来 中间整合了我们的定速 然后还有一些音量控制还有功能选择 整个方向盘感觉是比较偏小的尺寸 然后也是有一些特别的红色的车缝线 现在的车其实非常讲究主被动的安全 那这台车配有七颗的安全气囊 方向盘左边可以看到循机系统的开关 然后有这个斜坡缓降的功能 然后这边有一个怠速熄火的开关 它有Sport模式 然后呢还有Snow模式 Snow模式切过来之后还可以按一个锁定的Lock功能 Vitara搭载的是1.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那最大马力140匹 最大扭力22.4公斤米 搭配上它的六速自排的变速箱 其实再配上四轮传动系统 我觉得因应市区道路或者是轻微的 简单的Off-Road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来讲讲我整个驾驶起来的感觉好了 因为我们今天开的是山路 那因为如果是家庭出游 或者是情侣出游的话 我相信多少都会走到山路 其实开起来的感觉啊 整体的底盘是比较硬朗的 但是舒适度还是有的 因为我觉得这台车它的悬吊的设定啊 有兼顾到舒适以及Off-Road 那在引擎的加速方面呢 我现在来试试看 切换到Sport 油门踩下去的感觉 哦 哦 还蛮直接的哦 其实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涡轮增压带给你的动力感 另外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 既然今天我们提到了小家庭 那在成家了之后 有小孩了之后 通常都是妈妈坐在后面 爸爸在前面开车 所以待会我就来感受一下 坐在后座的感觉是什么 帮老婆着想一下 好 我现在坐到这个老婆视角的位置 其实后座的空间还不错 你看我身高185 头顶四指的空间 前面膝部空间目前是一个拳头 那个老公你身高多少 171公分的老公 然后我的膝部空间还有一个拳头 那其实这样的空间是蛮宽裕的 那椅背的部分呢 我觉得可以再软一点点 因为老婆有时候坐在后面顾小孩 可能真的需要一个比较舒适的空间 如果它的椅背倾倒的角度 可以再往后调一格的话 我相信会更舒服 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段路 其实是铺磁砖的路 所以路面的感觉其实蛮跳的 刚刚还有一个路过了一个那个hump 后座其实是会真的会比较 逮 it 跳起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这样一整天市驾下来的感受 其实就像我们开始讲的 很多人呢就是买一辆车 真的是会跟它相处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对于单身族来说 这辆车绝对没有问题 陪着你上山下海 那情侣呢 当然也没有问题啦 就是两个人可以自己 去享受自己的小时光 那如果你又跨界到了有家庭的階段 我相信前期绝对还是可以满足你一开始的需求 因为它不管是安全性或是驾驶的感觉 像坐在前座驾驶的感觉 还是坐在后座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都在水准之上 那我相信因应人生的跨界的话 没有问题 这辆车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